- 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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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現在一直在問其他棒的事情 - 真是 - 我們兩個人能夠講什麼呢? - 真是 -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 - 因為其實這個整個議題 - 我覺得 - 其實 - 最能講的就是你啊 - 最能講的就是你啊 - 最能講的應該是你嘛 - 對 - 我也可以出方 - 好 你要問我什麼呢? - 哈哈 - 主要就是因為 - 其實有大家就 - 我有看到 - 有不少網友也有在問嘛 - 說今天會聊這件事情嘛 - 那我就想說其實大家 - 網友其實應該是想問啦 - 應該是想聊說我們是 - 觸凶事你是怎麼看待 - 這件事 - 因為 - 就我可以先講我看到的事情啊 - 反正我就是看到他們發的那個公文嘛 - 嗯 - 就我的角度 - 那個公文算是 - 寫得很軟 - 但又很明顯的透露出一些很不甘心的一種狀態 - 嗯 - 對 - 他們還蠻不甘心的 - 然後他也蠻難過的 - 嗯 - 因為通常公文就是 - 都是寫得很失敗 - 但他那個公文就是寫得很有感情 - 嗯 - 很可惜 - 嗯 - 對 - 然後就我自己 - 嗯 - 雖然說我不是什麼YouTube頻道的經營者 - 但我可以看出來他們的經營模式算是比較燒錢的 - 而如果說在經營燒錢跟 - 運作跟回收方面 - 喔沒有辦法達成到平衡狀態的話 - 其實經營一個像這樣的頻道的確是很困難的 -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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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夢想 - 這是一個夢想 - 因為剛好吉拉棒 - 它剛好剛創立的那時期 - 剛好是古阿末最盛行的時期 - 是 - 我們都期待是有一個 - 可以那個 - 跟 - 至少有一個更有人氣的團體出來 - 然後可以把像古阿末那種 - 等這些東西稍微抵消一下的 - 我當時是有這樣的情況 - 期待 - 是 - 欸 - 其實我一直在想說 - 我講這些事情會不會那個少啊 - 因為他們現在 - 也都還在現在進行事當中 - 嗯 - 他們今天沒有直播嗎 - 他們今天沒直播嗎 - 不知道 - 他們今天沒直播嗎 - 因為他們應該還會有 - 他們應該還是會有直播 - 因為他們是在11月 - 十月晚了以後才會結束 - 他們的那個 - 更新啊 - 對 - 那 - 說老實話 - 因為我那個少啊 - 只有在 - 最早的兩個月 - 有跟他們合作過 - 就是那個時候我還是其他棒的成員之一 - 這樣子 - 後來我離開了 - 但我其實一直 - 大家可能很 - 大家可能一直都很好奇 - 為什麼離開啊 - 因為我當時其實離開 - 還沒有特別去說我離開 - 嗯 - 對 - 那 - 說老實話 - 我那個時候也一直沒有想要說 - 真的要離開 - 我只是想說我 - 因為我其實後來在聊天裡面大概 - 跟你們在聊的時候 - 其實我大概說過一些 - 那個 - 我為什麼那個然後來 - 沒有出現 - 原因之一 - 其實簡單的說是因為我的日常生活的那個時候 - 我需要生活 - 對那 - 其他讓他們的處理方式是比較需要全職去處理 - 他們的工作 - 那我沒辦法負擔 - 對 - 但是我並沒有覺得說我不想幫他人忙 - 就是說我其實有跟他們提出說 - 我還是可以幫你們忙 - 但是我可能沒有辦法這麼的設入這件事情 - 如果你們需要在實況裡面 - 需要我支援 - 然後或者是你 - 需要我幫你們忙露個臉什麼都我都可以幫你們忙 - 但是因為是他們的那個什麼收入跟分帳這件事情 - 沒有辦法就是 - 他們是沒有辦法給我很多錢 - 對那我但是很不幸的 - 我為了生活我需要比較多的錢 - 所以我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去找工作啊 - 去接案子啊 - 甚至像現在我變成的上班族之類的 - 對那你可以看得出來其實 - 半瓶書的頻道雖然目前每個禮拜還是有在做實況 - 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像以前那種重點式的影片的那個什麼更新就變得非常的少 - 就沒辦法像以前一樣可能兩個禮拜一個禮拜就一次一次這樣子 - 對然後我還很努力的去到處去想辦法推自己的東西之類的 - 現在已經沒有辦法這個樣子 - 那為什麼用我的生活 - 需要支持 - 對那他們的應該是說他們在一開始那個 - 他們四五個人之間我們五個人之間其實我們其實 - 我為了讓我自己的生活過得去我其實需要比較多 但是他們的那個分帳裡面是不足以支撐我生活的 所以我要自己去找工作 - 但是我們當時我其實跟他們提出了是說我可以 - 我還是可以在你們這邊 - 就是你們需要我的時候我都願意幫你們忙 - 只是說他們自己後來的選擇是說他們可能自己這樣處理上比較方便吧 - 他們四個人的那個早一起動這件事情比較方便 - 但是我那時候想要表達是說我沒有真的 - 完完全全面離開這個東西 - 你們要我回來我都可以回來的 - 當然他們自己選擇說核心的人 - 沒有我那也是合理的啊 - 因為我很少在裡面啊 - 其實我覺得也是對也是沒有關係的 - 只是我一直都沒有想說我從今以後我就脫離你們這種 - 這種情況啊 - 你知道我其實一直都不是這樣想的 - 但是他們如果覺得他們的核心人士 - 核心人士是這樣的那也是對的啊 - 本來也不應該有我 - 所以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說我想要 - 退團 - 因為因為講退團這件事會變得有點奇怪 就是你是不是不 - 你是不是很討厭我們啊 - 其實不是啊 - 我沒有不喜歡你們 - 而且我也覺得說你們那個東西很不錯 - 只是說我自己有我自己的那個創作的一個 - 呃 - 我自己想要講很多 - 那在他們那種禮拜五然後那個兩個小時大家都要講一點的情況下你不可能說的很多嘛 - 所以我是不會停下夜未免這個人 - 因為在這個地方我才可能講非常多 - 對那 - 對那也就是一樣因為這樣子我沒有辦法 - 兼顧啊 - 在當我現在只在告訴你說當時為什麼後來 - 沒有在參與的人 - 對那所以當但是你知道我那個時候就算公開表白也是超奇怪的 - 就是大家總是會選在那邊猜吧然後 - 為什麼他沒有再來什麼但是 - 其實我覺得記得那時候部長有講就他有那個他會說我那個時候我想做的事情之類的 - 對那但是 - 這是我當時的處理方式我覺得我沒有必要公開 - 說我我已經離開了他們他們之類的 - 因為 - 我的內心其實還是他們如果邀請我去幫他我都願意幫忙 - 當然有時間的上時間如果真的不行那就當然不可以這樣子 - 那當然後來後來就是大家那個找工作的忙碌就越來越遠了 - 但是這兩年我得說我其實一直都有在關注他們 - 因為寶妮加入的時候我其實還蠻高興的 - 我看過幾次那個寶妮影片覺得 - 寶妮是一個條例非常分明的一個那個找評論者 - 而且他講的東西其實也的確是屬於女生會喜歡的東西 - 那就是他可以等於是他可以做出一個很明確的分支 - 很很明確的分類 - 就是我記得之前其實有大概歸納過他們四五個人的那個情況 - 地方就還是美慢的達人 - 因為的確的因為講美慢的那個情況 - 其實他們其他幾個都沒有他那麼行 - 那XXY其實是講冷知識的 - 那部長其實你會發現部長在實況裡面是做那種主持人的一個工作 - 其實我有 - 我記得上次不知道哪件事情 - 其實我有注意到說其實 - 那個金拉棒這個頻道如果說 - 他可以營運兩年 - 其實我個人判斷 - 我個人判斷 - 有蠻重要的一部分功勞其實應該要算在部長這邊 - 他其實帶起了蠻不少東西啦 - 就以他的努力為他 - 因為他在這裡面其實算是走那個統整的路線 - 那另外 - 其實你們大家可能不知道 - 但我其實得說XXX外在這裡面其實也是非常重要 - 因為XXX外在裡面擔負了非常多行政的工作 - 因為其他幾位可能比較那個什麼 - 他們平常外負是比較多的 - 等於他的內情 - 基本上是XX外在負責 - 其實我當時啦 - 我得說啦 - 那個時候他那個早上會說要做內情的時候 - 因為我是不喜歡做內情 - 你可以想像喔 - 你在做這個組織 - 總是要有行政跟分帳吧 - 通常是這樣 - 通常是這樣 - 通常都會請一些小作品 - 但是因為 - 其實這就是吉拿棒他們的那個什麼 - 呃 - 就是他比較不太像一般的公司 - 所以他們不會去請一個那個會計來處理這件事情 - 所以他們其實是幾個 - 大家自同道合然後再算這個東西之類的 -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 - 其實在一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有盡力在審簽 - 是這樣可以這樣講嗎 - 呃 - 我得說啦 - 因為是說那個啥 - 因為我沒有很多錢 - 你知道半評處夜未免就是 - 半評處這頻道就不是很有錢的頻道 - 對 - 所以我處理的方式一直都是沒有錢的處理方式 - 對 - 那不過因為那個啥 - 這件事情那個啥 - 吉拿棒的主導者一開始發起來是立方 - 立方其實對於那個啥頻道其實是 - 就是有一個他 - 他的想法 - 就是他其實很想要做的像美國的那個娛樂頻道那樣子 - 就是能夠有那個 - 他的想法比較像是 - 我得說他有點像是那個啥電視台的處理方法 - 就是可能三機就是可能會有那個 - 一開始他們是有三台攝影機的 - 然後他們要有一個棚嘛 - 一個棚是有一個位置 - 然後一張 - 一張椅子有沒有 - 然後是一張沙發椅 - 然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那個 -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那個 - 一個什麼的麥克風這樣子 - 這是他的這是他自己 - 心目中的處理方式 - 這樣子 - 可是當時 - 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其實是都沒有預算的 - 所以他其實 - 所以才要募資啊 - 要做那個 - 那個什麼 - 那個什麼 - 最重要的 - 就是我覺得那個 - 那個什麼 - 內容是最重要的 - 我們今天我們 - 我們的環境其實 - 不是很大 - 我也不用特地去商業環境給你 - 我也不用去買一張沙發來 - 那個什麼 - 地方他想要做這件事情 - 就是他就是會需要比較多的資本 - 這樣子 - 對那 - 他們想要做的很熱鬧了 - 那想要做的很熱鬧這件事情 - 其實就要花比較多的錢 - 那另外因為部長 - 其實我覺得部長蠻厲害的 - 他們就想盡辦法去幫他們找到很多的 - 就是那個外部的做法 - 只是說 - 台灣的 - 關於電影的業配真的太少了 - 就是不可能這麼多的 - 對那 - 而且我一直都覺得其實處理業配其實是要 - 要有點小心 - 因為你 - 我們我們不是一直在講說 - 我們其實是在評論一部電影的好壞 - 對那我不是一直都跟你講說我在做那個什麼 - 看試片的時候 - 其實都 - 都覺得那個早已經已經遇到一些壓力 - 就是試片的 - 比如說發片商他可能會一直對公關一直對你很好嗎 - 那你會不會覺得像你看99來我其實都覺得我有壓力 - 對我 - 對可是我到最後還是非常有勇氣的 - 想要講話 - 但是 - 你知道我那天如果他那個早就有在第二禮拜如果他還是有來的話我內心會遇到非常大的交戰 - 對吧 - 其實那天他沒有來然後我才我才覺得說我壓力比較小我可以 - 我可以講 - 我可以可以說出我那個時候真心的想法之類的 - 真心的想法 - 對那 - 那 - 你看像我們耳根子跟那種臉皮那麼薄 - 那個 - 公關拜託一下你都已經感到不好意思了 - 那如果來業配的時候你是不是更需要你 - 你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斟酌度可能就更高 - 對啊 - 那 - 那所以其實 - 我是覺得他們這樣做其實是真的很辛苦 - 對啊 - 那 - 我覺得 - 但是 - 他們的 - 結束 -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 來自於那個什麼網路流量的 - 改變 - 跟那個頻道 - 頻道 - 整個頻道 - 就是YouTube啊 - 或是Facebook啊 - 在一開始 - 拉抬流量 - 的演變 - 跟他們政策的轉變 - 是有很大的關係 - 就是 - 因為我記得沒錯的話 - 其實你們剛開台的時候 - 剛好都是你們幾個 - 人氣最高的時期 - 對 - 我記得應該都 - 算是吧 - 就是 - 你可以感覺到 - 應該是身為YouTuber啦 - 你在做東西的時候 - 你可以感覺到那個什麼 - 流量的感覺 - 就是 - 其實我還 - 記得 - 古阿末剛剛起來的時候 - 那時候應該是四年前 - 左右吧 - 四年前 - 四五年前 - 對那 - 可是 - 現在回頭想起來 - 是因為Facebook跟臉書啊 Facebook跟YouTube - 這兩個頻道 - 在當時的都是 - 想要證明說這個頻道 - 其實對你們有用 - 而且其實是可以拉起 - 可以 - 可以 - 可以營利的 - 可以讓你賺錢的 - 對然後可以讓你拉起一批紅人 -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有一段時間你會發現YouTube其實有非常多的 - 新聞 - 你知道嗎 - 不管是國內的或國外的都有 - 網紅就是這樣被帶起來 - 就是比如說有像孩子 - 嬰兒那個什麼 - 轉頭然後就點閱率就多少 - 多少 - 多少多少 - 對不對 - 然後新聞就報出他當時的廣告費可以算多少錢 - 這樣 - 對然後 - 那 - 古阿末也是在那個時候其實 - 風起 - 對但是 - 呃 - 其實我都覺得現在回頭想起來是YouTube那個時候其實 - 想要 - 拉一批人 - 所以他讓一些那種 - 創作者比較更容易被人家看得見 - 就是這個演算法被調整的 - 很容易被 - 就是他們 - 流量 - 大家就是會一直介紹這些人出來 - 那 - 呃 - 真的不曉得我這樣講會不會有些人會生氣 - 就是 - 就是 - 立方他們其實還有立方啊還有那個 - 加那個那個那個電影法蘭克啊或是誰不重要啊 - 其實在那個時候其實有都算是有點站到站到那個浪頭的高點 - 就是他站在浪間 - 對所以他們其實在那個時候突然間就是很多人知道他們 - 那當然啦我得說 - 我其實沒有他們那麼受歡迎的其中一個原因也在於 - 我其實不是年輕人喜歡的那種人 - 那種創作者 - 對因為 - 你可以看得出來年輕一輩的創作人他們其實 - 講的東西 - 很明顯就是那個學那些學生們喜歡的 - 就是二十幾歲的人會會喜歡的一些 - 觀點品味這樣子 - 甚至表達形式 - 我自己走著在觀察就是那那 - 為什麼呢因為對他們來說那些那立方啊跟法蘭克 - 都是跟他們年齡相近的 - 一個人 - 對你會覺得這這個人是 - 我們身邊的人這樣然後他已經幫我們講很多話 - 對他講的東西正好也是我自己喜歡的事情的時候他會 - 於是他的受歡迎會 - 你會感到魚有榮焉嗎 - 就有點像李安 - 好 - 這奧斯卡我們 - 覺得魚有榮焉台灣之光怎麼樣都要挺他的話 - 那在這一點在一開始其實我覺得我的那個定位其實就跟他們已經完全不一樣 - 因為我不是二十幾歲的人 - 我講的話跟我的觀點其實都不是二十幾歲的觀點 - 那這也是我應該在自己做頻道的時候我自己就清楚我 - 我要爭取的人是誰 - 其實我不清楚啊 - 我其實只是想要做自己愛做的事情 - 等到他們有流量的以後我才去界定說啊 - 我這一群人是什麼樣子的人 - 但是基本上 - 我看到的結果就是 - 我並不是 - 也不意外啦 - 好像就是應該是這樣子 - 因為我就怎麼 - 我就是一個三十五歲 - 三十六歲的人 - 今年已經三十九了 - 就在那個時候 - 也就是說我吸引的那個年齡層看起來沒錯 - 既然都是跟我年齡相近的人 - 但是呢二十幾歲以下的人也不是沒有 - 但是呢就是相對的少 - 也就是說你可以看得到比如說地方很年輕 - 所以他們吸引的很明顯就是他那個年齡層的人 - 然後我快40了 - 所以我吸引的好像都四十幾歲 - 因為什麼 - 因為我到這個年紀講出來的話 - 可能這個年紀人比較 - 才覺得有共鳴嗎 - 才聽得懂 - 有時候我講的事情 - 還是一些職場相關的一些麻煩啊 - 或者是我跟人交涉的之間的一些心 - 心路歷程之類的 - 或者是我小時候看的東西這些 - 明顯都是他們 - 才聽得懂的事情 - 對那 - 但是這些人 - 網路化可能跟二十幾歲的人的網路化其實就差很多 - 所以這也因為這樣子可能其中一個原因是 - 為什麼三四十歲的知識份子可能會比較欣賞我 - 那二十幾歲的知識份子可能會欣賞地方 - 可是 - 四三四十歲的 - 會用YouTube的人也沒有那麼量的沒有到那麼大呀 - 這是我喜歡的 - 如果我自己在分析自己可能在當下的那個什麼流量沒有辦法 - 或者是我自己的那個什麼 - 粉絲量不可能會比較高的原因 - 但是我 - 也不可會原路我其實出頭 - 起步也起步的比較晚很多 - 還記得我開始做的時候應該是 - 還記得那時候是那個什麼還是大俠找我嗎 - 對我們去 - 在我剛離職的時候我們開了一個實況嘛 - 對不對 - 然後我們從那個時候才真的 - 在這個頻道開始之前其實我們有做過一次 - 一次直播 - 那一次是我跟你還有超地方還有 - 還有 - 他是新興的影評人 - 對但是呢 - 我們現在可以回頭 - 在講這些事情就是 - 其實我不曉得他因為 - 我其實一直很擔心 - 當事人本身其實會 - 覺得我在爆料或是覺得 - 那個早 - 感到敏感之類的 - 但是我得說其實 - 現在要我講這些我其實 - 都 - 沒有惡意 - 其實也都是 - 覺得他們 - 大家可能有些人 - 不喜歡其他幫人 可能會認為說 - 跟他們打對台 但是其實我不是這樣子的想法 - 應該是說我跟他們的那個需求者 - 真的不太一樣 - 對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其他幫就是比較娛樂像 - 對那我 - 我其實覺得我也是娛樂像 只是我的娛樂其實看起來很那兒 - 就是那種比較喜歡在那邊鑽牛角尖 然後在那邊坐在那邊 - 拉低賽啊 - 對那我 - 只是覺得說他們那個東西比較 - 比較快一點 - 他們東西可能這個對話講一講 然後就當下就 - 就就已經過去了 可是我們可能會一直糾結在那邊很久 所以我們的頻道 - 實況會動輒就差不多三個鐘頭以上 - 那邊是那邊是不可能做到這樣事情的 - 所以我才會 - 他們想要像一般節目一樣 - 有比較快的節奏 - 是 是 是 - 這時候那種主持人控場 - 還有那個整個 - 人員的熟悉度其實會變得蠻重要的 - 像我們這一群就是 - 就是因為不熟悉那種節目式的控場 - 所以我們每個人幾乎都 - 講話講很久 - 是 是的 - 是的 - 應該是說我對下面的人提到呱吉阿 我其實覺得像我其實也是呱吉的 - 聽眾 - 對 我我自己聽瓜姐 我因為瓜姐自己會開實況 - 對我也是喜歡聽他講話 - 對因為 - 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需求想要看的東西 那 - 我自己之前曾經有分析過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就是他跟我說他其實 - 有點沒有辦法吸收草地方講的東西 - 但是我其實那時候有跟他分析說你 - 因為那個人就是我的同學 - 大學同學 - 我說你那你年紀也應該 - 因為我就當兵 當兵會在念書 所以我當你兩歲 - 但是你的年紀也明顯大地方很多吧 - 所以一個二十幾歲的人講他人生歷練 你你的人生歷練比他高很多 你怎麼能夠認同他的人生歷練 - 因為他的講的很多事情可能是 - 你早就知道的事情之類的嘛 - 所以這是很合理的 - 並不是說說好像 - 你一定要喜歡一個二十幾歲的人 - 講的那個事情或者是知識 - 那 - 這些我其實覺得都是合理的狀態 並沒有說一定要 - 我沒有要去抹黑或者是去詆毀人家的意思 我只是在告訴你說 - 為什麼有的時候你可能會沒有辦法吸收他的東西 - 是因為他講的東西是 - 年代斷層而已吧 - 我覺得這一點是其中一塊 - 年代斷層這一點就是 - 像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可能也沒有這麼有耐心 - 講那個早講那麼久啊 - 對我二十幾歲的時候 我可能也會比較素食啊 我可能會想要吸收很多很快的東西 然後我沒有那麼專心 我知道知道這件事 我開開心心笑一下就好了 你為什麼要跟我糾結這麼多之類的 這是有可能發生的 那我可能是到了30歲 你人家不是寫說老人搞為嗎 中年人在那邊睡一念嗎 那 我覺得我們這種情況就是喜歡聽睡一念 會聽的一個實況 那這本來在那個什麼 類別跟那個什麼 精神上面就是已經完完全全不同 所以 所以我必須要幫你阿棒講的就是他們 我沒有討厭他們 他們的方向跟我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我不代表說我是要擊敗他 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喔 因為他所做的很多事情 其實是我一直很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當他們說他們要挺的時候 我其實內心感到相當的可惜 因為他們其實是很勇敢的做了一些 我本來就沒把握的事情 然後我的人生歷練是導致我 沒把握的事情我不輕易嘗試 但是呢 你知道年輕人就是年輕人 年輕人厲害的地方就是 幹嘛聽起來自己超老氣很糾 你知道嗎 就是 有的時候呢 是因為你敢去嘗試 然後你才可能會成功的 像我這種保守的人其實是 我就 我其實是不知不覺放棄了非常多 非常多的類別與嘗試 是為什麼 因為我自己的 可能因為我的工作經驗跟我生活經驗 實在我研判 這個東西對我來說難度太高 所以我不嘗試 對 但是他們的情況是他們沒有 有的時候是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很困難 但他們還是去做 對 那他們在做的過程中如果成功 那就是他們的成功 對 那我不想是我永遠都不會成功 對那 所以我才會說我並不認為吉拿棒 對那 不好的場次 事實上他做的很多東西是我 不敢去做 然後或者是我 想要去做或者 但是我覺得我 顧慮到我的生活或是我覺得我沒有錢 然後我擔心擔心的很多所以我就沒有去做 對這會導致說我沒有辦法每個禮拜出一個東西 當然也還有一個我懶惰 我不夠努力 對我記得我也是有跟部長的講我跟他坦承 對然後他就直接就抓了 你就是很懶惰啊 對那有什麼不對我想要休息 對 應該是說我後來 當我開始工作之後我在做頻道的時候是變成這件事情會變成是我要我自己真的要很喜歡這件事情我來做 也就是說他們那邊其實有有很勉強自己在做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事情 這一點其實也是我覺得我必須要佩服他們 對他們在勉強自己做 為了要讓頻道維持下去他們有時候會勉強自己做自己不一定喜歡的事情 我記得我有一陣子好像在佳樂福看到他們有那個 對他們的那個什麼他們不知道是幫佳樂福做合作的時候 我就有看到說欸他們的那個每個人的照片都有貼在佳樂福的那個不知道什麼廣告板上 我就想說欸他們還蠻努力在談各種商業合作 他們其實不只是電影頻道他們也有想辦法把自己就是網路網紅化啦 其實直接講其實就是網紅化 但是應該是說他的網紅化 覺得不差 對 其他棒的想要做的其實是想要 他們想要證明知識 可以成為娛樂 對然後 而且想要證明說知識其實可以塑造其一批偶像 對 只是這個方式 目前證明 台灣沒有辦法達成 因為 我知道地方想要做什麼 因為地方想要做事情就是他們常他 他的第一個面向都是覺得說美國那邊做得起來為什麼台灣做不起來 所以他 他當然就是如果是我這邊的話我會去考慮說人數啊或者是 目前現在的那個 客戶的 或者是現在大眾喜歡的那個東西 我會考量嗎 我會先做沙盤推演 然後 覺得這件事情 研判 推論 推論 推論出 很難 對不對 你常常會聽到我 跟家裡面的人吵架之類 然後 家裡面的人會說你太天真那個不可能有沒有 我就是在做我就是在對他講這種話 對 對 像爸爸 對然後呢 他們就是像那個什麼 火影忍者裡面的那個什麼 波卷名人啊 不試試看怎麼知道呢 他們就是熱血的人 對 所以我其實有講說我其實在頭一兩個月裡面在跟他們 討論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都有跟他們講說我覺得我就是一個老陳 如果你是如果你們現在實況的人有聽到有在看銀行傳說的話 我覺得我的身份就像母來母來準將 就是一個 永遠在裡面 告訴你 一般來說會怎麼做的一個人 然後一直在講不好聽的話一直在講一個那個什麼 一直在講擔心的事情 一直在說一些那種覺得很危險 覺得你們現在有問題 然後覺得應該要往哪裡走之類的 但是我後來就是研判說 我這樣做其實對他們其實造成阻礙 因為他們 這樣子會讓他們每年事都不是 如果他們聽的話 他們可能甚至連事都不是就失敗了 那 那畢竟我沒有辦法把吉拿棒變成我的形狀 對 但是至少可以把半屏數變成自己的形狀 那 但是我也說在 在當網紅 就是在流量 就是一直不斷的更新影片的那一兩年之間 我覺得我 我說老實話我也覺得我慢慢不是我自己 因為我必須要為了流量 為了銀河 銀河點閱率 然後去做一些 我可能本來沒有特別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說 像當紅每個禮拜當季 當大家都會討論的電影 我必須要講 哪怕我自己其實不一定真的那麼 關心這件事情 我也要做 現在還是嗎 現在比較不是 因為現在就沒有時間了吧 我現在是真的 但是你看到像前一陣子 我其實有想要做那個 人物製嗎 對我就是做的 你可拉斯凱吉啊 然後做的那個是 又是 然後 那我其實 是有計畫的 像之前那個魔鬼終結者的時候 我曾經有想過說 我應該要來做 阿諾斯華辛格 因為我也是 很喜歡阿諾斯華辛格 而且我就覺得說 我很適合講阿諾斯華辛格 對我從小 我從小被阿諾養大 但是 但是 這個稿子一直都沒寫完 就一直到那個什麼 魔鬼終結者上映的時候 他還是只有兩行字 為什麼我沒有 我沒有辦法靜下心來 把那個稿子寫完 而且稿子寫完以後 接下來還有收集素材跟照 簡介之類的 這類的那個 邏輯 這類的程序都還沒有走到那邊 所以就他一直卡在那個什麼 寫稿這邊而已 我也曾經有想要寫 繼續寫那個布袋琦角色 但是我目前也還是 停留在寫稿子 但是呢 不代表我沒有要做這件事情 他還是會做的 有一天會做 就像是那個 大腸在笑我說那個什麼 玩遊戲為什麼老師不破關 然後我也是這樣回答說 有一天會破關 就是 只要頻道還不死 只要我現在還活著就是 我應該就是還是有辦法把他做出來 就是他一直在 會一直在一個帶路行程上面會有一個這個東西 但是你可能會因為你日常生活有 有比較重要的事情 或是 對啊當然跟剛剛那個什麼 那個 黑心狼軍他們講的那個情況是一樣 現在心情不好 就不要寫了 但是你看啊 這也是其他幫他們的價值啊 因為他們為了要 那個都那個 讓頻道存續跟一直不斷更新東西 他們等於是有一個強制力 一直讓他們做更新的件事情 對啊 那 是的 就是 但是 也許等到電影結束之後 我覺得我又開始感到那個什麼 壓力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趕著把這些東西做出來 也不一定 但是但是對 因為 因為我們那個環境已經 已經都會更迭 你知道嗎 就是現在很明顯的 就是他們 YouTube或是臉書都是在做收網的動作 就是這個演算法的更動 你可以發現 現在 還有 加入的人特別多 你知道嗎 很多人開始發現說原來這個東西其實可以賺錢的時候就蜂擁而入 對那 就就就發現新人很多嗎 然後在做這些東西的過程當中也進了也變多 那 只是說我在做這件事情 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心心裡狀態比較安定是因為我目前暫時有一個 收入來源可以讓我生活安穩 對所以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比較沒有 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對 然後看一下你們留言板講到 我剛剛看金狼棒 他其實他目前 他的那個都大概是四 大概是接近五萬人站 然後促兄這邊大概是兩萬五 但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電影的那個粉絲頁有將近一百萬人在追蹤 那個叫做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但是我覺得啦那些電影教我的事啊 甚至比吉拿棒還要錢 我覺得那些電影教我的事基本上是 他有點像那個影兵式茶集 就是他只是把電影當成你的人生的一個生命當就是你日常生活的一個助角 我也沒有要很看懂這部片啊 對 但是他那個時候他有一些人生教訓告訴他有點像是那個 海賊王所教我的事情 或者火影忍者所告訴我的事情 他就是 他就是拿電影 他就是拿電影 然後 唯一個媒介然後 做出一個心靈雞湯式的東西 像林青玄寫的東西這樣 對就是 紫約 做人要甘願 這種 格言 就讓你覺得你人生中講一點點東西富庸點風洋 這樣子還不錯這樣子 對 這是我目前看電影教我的事 我感受到的東西 我覺得我會提這頻道是因為說這頻道 如果我們以人數跟流浪來談其實 成功的是他 是啊 是啊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你越核心向你的支持者就是越少啊 但是我我也得回過頭來 捍衛自己的頻道 就是我認為我的頻道的觀眾們 是 很 很忠誠 非常核心 而且 我其實也覺得他們都比我厲害 對 就是 越多人Follow的地方 他的內容其實越稀釋 像電影那些電影教我的事 絕對不會是那種很愛看電影的影迷喜歡的東西 你知道嗎 他們會覺得靠 你們這些人根本沒有在看電影吧 很多很多影迷可能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你知道嗎 對 對 那個 魔鬼中介者6的那個 介紹心得 也有六七萬人次在觀看的 是啊 他剛才剛上冰雪奇緣2的 那個 完蛋 他也算 他的密度也算蠻高的喔 每一周都有好幾支片在上 沒有 這 我得說能夠一直不斷更新影片 是 我都其實是敬佩的 因為做影片本身蠻麻煩的 對啊 但是我得說啊 就是我自己後來找到一個方法 就是 雖然我們的畫面豐富度其實沒有很高 但是我們 我得相信我們的內容其實還算不少 對啊 但是你知道我後來其實也領悟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現在把畫面做的比較豐富 但是事實上到頭來內容其實不是 不會特別的多 但是因為是說那個什麼 實況的 訪談的精華片啊 他基本上仍舊就是 他算內容多但是他就是重點是比較飄忽啊 那 我的那個什麼重點影片比如說某影片或者什麼的 其實就是那種 想辦法要把重點聚焦的那種東西 但是其實那個真的很累 那 即使是影評啊 我每次也覺得我在講影評的時候 把它說成五分鐘啊三分鐘啊 我都覺得好像沒有把我自己想要講的事情 全都講出來 我都我每次都覺得我在講那些影評的時候 都是點到為止 對 所以 可是 大部分人也沒有很想要聽你講全部啊 對 大部分人其實 呃 能夠獲得一些東西就就好了這樣子 對 有種講法其實很多人 一般觀眾看影評是 追求的是一種認同感 是 你跟我想的一樣 對對對對對 你寫的好 是 追求的是這個東西 如果你跟他認同完全不同的話 他就會說 就憑你這樣子也叫做影評 對 其實是 很多讀者心中其實對影評沒有一個固定的標準 他們其實要講的只是說我是他們在尋找跟自己 內心類似的 觀點 對 那如果能夠找得到好像講出你心裡面的話的時候 你就你就是他內心認定的好影評的人 那 但是你知道就是你越寫就會越發現如果你的你的東西是很核心像的時候 那跟你同樣想法就是少 但是我其實 不求 很多人 認同我的想法但是只求跟我認真的跟我想法相似的是如此的像 但是也不一定要就是我們這邊其實也是會有那個什麼 但是你知道越是這樣子就是要學的能夠去認同跟你不同的聲明這件事情 這一點但是我其實覺得這一點其實 還是回到人生歷念這件事情 現在我看到留言板裡面其實 對 擠拿棒的那個什麼感想都是 就是 我覺得他們好像很會嗆觀眾 但是我得說這個 你們你們歷經的是一個過程 因為我每次看到地方都想說我好像在看我20歲的樣子 就是 只是他比我20歲的時候成功很多 這一點就 免得有人說我臭美 對 因為我 我在20幾歲的時候去更是 試騙的時候也是 也是 蠻強热血啊 也是怪人家為什麼不懂電影啊 就是那個時候很臭啊 但是只是我的臭 沒有人知道 他是因為有一個頻道在那邊講 然後 所以大家都看到他 他的自己這個樣子 不過促兄你的名字好像也存在大概20幾年左右 我還記得我是2003年 2004年 開始 開始寫的啦 對啊 2002 那時候還在當兵 當兵 在那個道歉影評 要 到尾影評到 那邊加起來的話應該有20年吧 19 2001年 還沒啦 2003年左右開始做這件事情 那 今年是2019 對如果是的話應該是2023 我的衝都在自己的日期其實我常常很重啊 其實 應該我前幾天才在跟大家他們在聊說那個什麼 我越來就是最近我其實越來越關心那個公關與社群 那個危機這件事情 因為我的工作可能 可能會跟品牌有關係啊 然後品牌在發生的時候 如何處理那個什麼群眾的那個什麼反應這件事情是變成我 最近總是喜歡去討論的事情 他們其實在平 你們其實在頻道裡面其實都會聽到我在聊這個東西 其實我就會講說其實 面對 我也不曉得我現在在這邊講這個是 是不是適合 我跟他們講說其實面對粉絲是一門藝術 就是你如果處理的好 他跟你生們生命共同體 會為了你兩樂差當 那處理的不好 他們就變黑粉 就永遠那個什麼你做什麼事情他都 他都在 他都會記得在下面 都不會忘記在下面算你一句然後攻擊你一句次你一句這樣 那 可是你知道每次 公關危機的發生 其實他們他們在這個事件過去以後其實都沒有真正的過去喔 我覺得就是 你永遠 你處理的不好就是會有 會有人恨你 然後只是這個恨你了在當下他沒有 他沒有出來一直不跟你站到底因為他可能累了 但是不代表他 從此就不計前嫌 他可能如果他對你你在這一次你處理那個少沒有讓他原諒你的話 他永遠都可能會懷恨在心 就是你以後就這就是所謂黑粉的由來啊 我其實那天在跟頻道裡面聊的時候說 都會說其實很多 KPI就是網路的紅人 我其實很不喜歡講網紅這件事 因為網紅其實有點 有點概括的把所有網路的那個什麼意見領袖全部都難過進去 但是事實上我不喜歡他們這樣子 這是一個那個什麼 不思考的一個處理方式 全部各種不一樣的人都同車網紅 那 但是我覺得這是很多意見領袖 新興網路意見領袖 我覺得這一句這樣講比較 比較有禮貌一點 新興的網路意見領袖其實都不太能夠理解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 不真正的理解自己的公關 公關處理叫做什麼 但是這一點也可能不只是網路意見領袖 才不懂 事實上我覺得很多藝人都不懂 我覺得像那一些那種老藝人啊 像是那個乃哥啊 他們就絕對不懂 對 就是 公關處理要處理的其實是群眾的 群眾對你的觀感這件事情 對不是不是跟人家吵架 對不是在現場跟人家吵架證明自己最對 而是也不是你自己感覺你對了就是對 就是現場的環境 整個群眾對你的觀感這件事情可能是那個什麼 旁觀才責親 你知道嗎 你自己可能當下你覺得你草原 但事實上你其實可能沒有說服任何人 你只是覺得你在這一場爭執當中你好像佔了上風而已 但是草原不會讓人家原諒你啊 吵架草原是不會讓人家原諒你 其實話說回來其實那些所謂的黑粉他們也是曾經想要得到有認同感的同一批人 只是你沒有讓他 你當下沒有讓他感受到你在重視他 所以他才會永遠的就一直 攻擊你 對那 但是我得說啦就是這個只是我在有時候在觀察那件事情的時候我忍不住有的感受但是我得說我自己其實也常常會這個樣子 因為我有的時候也會任性啊就覺得我就是要怎麼樣你不喜歡我就是隨便你啊 你也講過非洲諸位 我也講過這種話 對啊就是當我氣上心頭的時候也會這樣子 就是我會當下會認為說 那個時候這樣子那個時候你可能這種粉絲不值得我爭取啊 就是因為你如此的不諒解我然後你都不能夠理解我的想法的話那我們就是平行線就是相處 相處這麼的困難對還不如那個量 還不如兩親這樣子啊 這就是這是放棄了這是放棄溝通 對那 對面對群眾就上面對女友一樣 那雖然我那個傻這樣講有點繞路但是其實比如說像九九的那個早 重甲基層九九的事件啊 其實也是很類似 你一直到今天九九都還有那個早在動畫版其實 大家好像還是會把他的訪談拉出來 其實很原因很簡單啊就是你 之前你可能本來想要爭取的粉絲們 你講話的時候你是沒有顧慮到他們的感受 可是當你為自己辯解的時候你是為自己辯解的 你沒有要你沒有要照顧他們 所以他們還是會很討厭你啊 但其實有一個很困難的地方是如果我們不能 進行講自己的話那我們的價值又在哪裡 是這就是這就是任性與那個什麼 公關的 拉鋸 但是有的時候 我覺得網路意見領袖之所以會 比那些 明星啊偶像啊 還要更讓家覺得有親近感是因為他們其實像真人 而不是像NPC 我今天才在留言本啊就是在自己的粉 那個也不是粉專 我就在自己的那個臉書頁面因為有感而發就是說 因為寫了一兩行字就因為你自己 真心的喜歡而去參與某件事情的人 你是玩家 對就是 但如果你只是因為有個目的 然後來參與這件事情的人 你就是NPC 這點是我其實是對一些那種那個 一些事情的那種感受就是 有的時候比如說以聊電影來講好 就是聊電影就是也會看到很多聊電影的網紅嗎 那有的時候我會跟這些 跟這些意見領袖們見面然後聊天 那可是每次聊的時候我其實都可以感受到 我其實都可以感受 你自己很喜歡一件東西你跟人家聊理論上來說你 應該要相見 相談聖歡才對嗎 我們在做 我們都喜歡看電影所以我們在聊電影的內容 的時候我們其實會可以這樣子來來去去的然後有交流有火花這樣子 可是如果我遇到了一個人他是 我可以看看得出來他就是 很怕講錯話 他已經準備好了 他可能在家裡面已經做做好的功課 然後出來 當成一場表演然後表演的一番 為什麼他本來是想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 很會很瞭解電影的網紅 的這個身份 那如果我現在跟他講電影的時候他沒有辦法回應我這對我來說 他看起來就像NPC一樣 因為你只會一直重複那幾句話 事實上很多 就是我每次看到很多明星偶像啊在 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就都是NPC狀態 為什麼經紀人跟他準備好稿子 你就只要講這些 免得講錯話 對 這就是所謂的公關處理到極致的結果 對 那也就是說講了老半天啊 就是網紅之所以會有魅力是來自於他的任性 這樣才會有個人魅力啦 沒錯 但這樣想想也很可悲啊 結果搞半天大部分人 比較喜歡聽 那些準備好表演 準備好表演好的那些人講出來的話 是 然後他們反而有些人反而會因為說 網紅講的真話反而會因此會經歷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就是所謂的那個什麼 與粉絲相處的藝術 像那個什麼 我之前 我覺得我跟你們聊過 我覺得最會處理這種事情了 我目前看到就兩個人 一個是李安 另外一個 現在可能已經晚節不保了 在張台中市長時期的胡志強 對他們 我真的只是說他們可能是從美國回來 你知道他們很清楚如何處理這類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時候明明就很想攻擊他呀 他可以那個早 一笑自知然後讓大家都很喜歡他 對 尤其是李安 李安到目前為止我是覺得他還是很厲害的 就是因為 像我之前不是在聊說他那個早 因為他的金馬獎 然後不是都會有人想要利用他或是什麼的嗎 然後或者想要攻擊他 他這種身份的人一定一定會有人想要一定會遇到 有人想要利用他或是想要攻擊他 想要把他拖下水或什麼的 對他一直其實處理的很好 對那這一點我其實覺得你可以看得出來他要如何 讓每個人都喜歡他 可是應該你知道 我有個同事就有這個跟我講 他說 其實 李安處理這些人的方式 其實就是儒家 就是那個什麼 就是就是那個什麼儒家教育底下那個什麼 教育一個文人與靜音的那個什麼處理方式 就是不得罪任何人 對然後適時的講出一些那種那個什麼 適時的表達自己的這個想法 但是他又不不直接全部都說出口 對 但是你可以感覺到他就是讓你舒服 可是呢 我同事接下來講的另外一句話說 馬英九也是這個樣子 但是呢 這就是政治人物比較可憐的地方因為 政治人物可能比 因為 李安那他是幾年才出要來 他每隔幾年才需要過來見你一次 所以他可以維持一個還不錯的一個 狀態 但是 他馬英九這種人當的總統就是天天要被領略 就是天天被檢驗嗎 或者出了事你還是得出面嗎 對當你出面的時候講話就等於是備受檢驗嗎 對啊 那 就是這樣 就是 應該是說你會回過頭人會發現說 這是 這世界上不會你沒有辦法取悅任何 你沒有辦法取悅任何 所有的人 你總是還是會有人討厭你 對啊 那 所以 你要說吉拿棒他 讓人討厭 但是你知道他 你自己回頭看起來他爭取到的 粉絲好像還是比我還多很多 應該是說他越受歡迎就有越多人討厭他吧 我看他那個公文下面 其實 很多很多人都還是支持他 對啊 還是很多人支持他的 而且他們真的 就像我們剛剛 我剛剛也有看到很多網友說 他因為看出雄頻道 開始了解說電影的 電影之美 然後開始會欣賞電影 其實吉拿棒也養出不少這樣的 年輕時代壓 我覺得這一點他是 他們也算是蠻有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啦 沒有應該是說好 可以再聊一下那個什麼 他們最近的那個應該是 有地方就可以了 因為我覺得 他會部長跟那個保尼的變化都是不大 但是那個地方的 地方有事比較有變化 但是我其實覺得 那個從我的觀點我倒覺得 這件他的變化其實不是壞的 是好的 應該是說他在一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是以那個 漫威電影 或者是DC電影 或者是那個 JK羅琳電影 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會做與他們產地 哈利波特之類的片 這樣子 我突然好想上廁所 那 但是隨著這一兩年 就是你可以 我可以感覺到他的 他的口味開始改變 就是他可能看到 應該是從那個 以人二吧 從以人二左右開始 就是他開始感受到他可能開始 想要看一點別的東西 所以他的 觀影 的那個 品味開始產生質變 就是他開始想要去看一些更 更 不一樣的東西 到底不要讓你這這有點會牽扯到像是馬丁斯克西斯之前講到的那個時候 他覺得漫威電影不是電影設定說 但是其實我沒有到那麼認同 對 因為他 我其實很喜歡馬丁斯克西斯的東西但是他 他可能比較傲慢的一點 那就是覺得說好像除了他的東西 他覺得他們那樣子的東西才叫電影 但是我自己 我自己 不會這樣想 因為我自己其實也是很想看超級英雄電影 因為他他可以給我娛樂 那 對 所以 並不會說那樣子的東西就不是 如果如果我要 覺得電影非要有一個那樣子的形式的話我就不會喜歡看靠片 我也不會喜歡看那種瘋狂喜劇片 對啊 那 回過頭來講那個什麼 立方的情況 立方其實是他開始想要看更多的東西 所以當他開始看更多東西的時候他的觀點開始有改變 但是 這可能會造成他的粉絲會混亂就是因為他的粉絲可能不一定 不一定跟他一樣有這麼多的改變 就是因為粉絲看著電影也不一定像他的量那麼大 因為他可能必須要每次每個禮拜做個東西出來 所以他必須要開始看那麼多東西 看久了以後呢會有兩種情況 一種可能是覺得這件事情變成一層不變的公式 感到 感到有點累 對 這件事情就是把你的興趣當成工作有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對那第二點呢就是你 他可能 看看看看看到後來以後就是因為看的東西 他開始感覺到 所有套路 就是那個種商業電影的套路之後然後他開始想要去 在這種情況說他如果看到 非套路的東西的時候就會開始感到比較有趣比較驚喜 這就是很多像剛剛前面在講什麼為美好世界線上祝福這種東西 那也是就是 大家說很多很多那種熟悉看動畫的那個觀眾熟悉的動畫套路以後看到了一個 違反套路的東西而感到驚喜 而感到喜歡這樣子 對這是我覺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其實 也常常去管PTT PTT的人其實有的時候其實也都會 評論他們的那個什麼 吉拿棒他們的那個 對對就是我只能說幾次 只能說PTT電影版的人好像很不喜歡吉拿棒 但是應該是說為什麼呢因為PTT電影版可能影迷是比較多 對那吉拿棒的部分可能的目標其實是跟大眾介紹電影這件事情 那這張間中間其實可能就有落差有不一樣這樣子 但是我得說我覺得我半評出在PTT電影版也沒有很受歡迎 因為那邊的人其實都應該PTT電影版臥虎藏龍你知道嗎 講一個東西其實就是會有人跟你就是會跟你爭執起來 對那我記得你好像也有 炒過幾次 我有跟人家炒過幾次啊 而且我其實說說我覺得網路比戰很累啊 網路比戰到最後我其實覺得很 很累的感覺是因為 這件事情沒什麼成就感 你因為你到最後 你明明覺得你自己是對的 但是對方就是不想證明你是對的 對方也是想要試圖證明他是對的 也是通常都是各說各話 然後到最後兩邊 通常都是因為太勞累 然後放棄 所以兩邊人都不開心 對 所以有的時候我現在在那個電影版裡面潛水居多 你知道嗎 就是我就 就是看他們 的對談這樣子 然後有的時候偶爾就是講一下 哇忍不住好想講的時候 才會才會冒出水來講一兩句這樣子 對啊 其他棒還有什麼要問的 其實剛剛那個不是有聊到說 其實他們就是想要以知識組成那個 類似網紅偶像傳體那種感覺嗎 其實這個我們前陣子我們自己的群組裡面 也有聊到這個事情啊 那一次不是你貼那個純任小編的影片嗎 就是引發那個不少男性網友的那個興趣 到我那個時候 就在我們的群組說 我們要不要以後 也也組織起來 每周固定露臉上片之類的 但是你知道那個什麼 像傳體小編那個啊 就是之前我大概也去搜 就是你知道我都會到處去看一下 那個這件事情 知道怎麼影響嗎 也是有人認為我這樣很有心啊 就是認為說那個什麼 因為我像我之前講說那個什麼 我覺得想要把那個什麼 純任訓練成喜歡看電影 然後也會表達這個過程 我把他取名為美少女夢工廠 然後就有人說 這個男的真是噁心啊 中年男人然後沒有什麼對象 然後對一個女人染指啊什麼的 對看一看就也覺得哇這個 就是覺得好 被講這樣也覺得好像蠻難過的 心灰意難 你知道嗎 不過我想這是傳體小編 就是說噢 因為現在我記得沒錯 其實你是以工作 因為他是工作上需要 所以他需要這些訓練嗎 他的工作上是需要 應該是說我希望他能夠 對這件事情有興趣啦 因為其實以工作來講 他其實就是我們的行政助理嘛 對他就是在我們的單位 去處理一些那種 那個內部行政工作的人這樣子 只是我們會希望說 覺得他那個什麼 反應 反應比較敏捷 然後那個 比較靈敏然後腦袋也 清楚聰明 之類的 就希望能夠能夠教他更多 這樣 那當然但是 呃 就是希望我們並沒有說想要強制的導引他要變成什麼樣子啊 所以他想要目前還是他自己的選擇他自己如果決定不要幹那就不要幹啊 他玩他目前做他的那個粉專或者是其他的東西其實也是也是 玩票性質居多 所以我是說他所以我才一直在講說其實是因為我們請那個什麼 來賓進來講話你們願意進來講話我都 我都是感謝萬分 因為這件事情目前必須都是奠基在你們心你們有興趣並且也願意 才成立的我沒有強制力 我真的沒有強制力 你們都不來像剛剛一開始我也都自己一個人講 對不對 那就是這樣子啊 對啊 對啊 好啦 還有那個吉媽棒是下週最後嘛 最後直播嘛 對 是 對 我那個也是前幾天我有聊一個很奇怪的想法 對 我不知道說吉媽棒他們最後一集他們要做什麼內容 但身為一個第三者 對 我希望那個他可以把你啊把太郎啊 全部找回去做做最後一集 那就要看他們的這件事情我沒有什麼決定權 那我也不會特別的那個什麼 就是想要 許願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知道我現在人已經在 我現在人是住在戲子 然後他們那個他們好像也搬家他們最早是在板橋啊 對 那 現在的區域我不知道他們現在去哪裡 台北市內 那你知道人去那邊其實挺麻煩的 他如果要連線也OK啦 對 但是只是說就是我不會我也不會特別的 欸 他們好像也是禮拜五啊 對 他們也是禮拜五 那我就不知道 對啊 那這個東西 畢業典禮欸 瓜哥 畢業典禮 沒有啦 我其實是覺得他們的 以我自己的觀點 因為我其實並不清楚他們的那個 因為他們可能每一個人都還要顧自己的頻道 所以可能就覺得說那個什麼 把重心轉回他們的頻道這樣子 當然 這不代表有任何一個人退休了 你知道嗎 所以其實 但是 頻道要收了 而且我就從他們的那個公文裡面 我的判斷是 是不是連那個他們所有團體的東西以後都會消失 不知道 因為這跟那個他們簽了那個 是不是跟合約有關係 我不知道 這個就是看到之後怎麼樣 如果可能會消失的話 那我還真的很希望可以看到某一集是 最後一集是畢業典禮 大家好好討論一下 為這個沒有成功的夢想 來做一個畢業典禮 對 那個像那個所有 那個認同我的網友幫 請幫我去跟個 哈哈哈哈 對 推這個計畫 這樣子 對 那個 我是覺得我不會特別增加他們壓力 對 不用這樣 那那個 等一下 你知道葉未免現在其實也 你知道也是走那個很輕量化路線 你看今天我們聊到幾部電影 你看他們兩部而已 我本來想講南方公園 可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講其他棒就可能比較難講這個 所以咯 其實 沒有啦 其實我是覺得啦 要 繼續做這種事情 是 繼續 你想要聊電影 然後 讓 把自己喜歡的東西表達給觀眾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人就是沒有任何問題 對 我覺得現在的麻煩之處只是想說 你想要靠這個東西吃飯 然後 只靠這個做 那這個在台灣目前仍舊是有問題 他們只是證明這件事情沒有辦法 成功而已 因為 應該是說在立方當時 以網路影評人的那個身份崛起之時 其實我曾經有講過啊就是 我挺訝異的 因為 成幾何時影評這個東西可以變成一個紅 可以變成一個紅人 可以變成偶像 這個是我們 在我那個年代是不敢想像 應該是說他們已經完成了很多 過去不太可能發生的事情 那現在 他們 現在這個東西這個頻道的關閉 並不是 你知道過去也曾經像那個誰 我以前很喜歡 看一個那個什麼 聊電影的那個廣播人 他叫王劫安 我還買過他的書 他也曾經有試圖在電視台裡面 做過電影 介紹 想要做電影評論這個東西 但是他們就是 還記得那個時候在三台 他就只能夠放在深夜時段 晚上10點11點 而且做個幾次就沒了 就是 他也就知道說那個時候可能就是收集不夠 就是 我覺得 吉拿棒 的關閉其實只是再次證明說目前的那個什麼網路的那個頻 流量 還目前還不足以做這件事情 當然 我得說對岸有辦法 像對岸有幾個幾個幾個那個什麼 有幾個頻道跟幾個網站都是我覺得我超羨慕的 像我很喜歡聽電影音樂 那對岸就有一個 那個網站叫做音樂志 他們會真的會去找那個好萊塢的那個什麼 以前作曲家然後跟他訪問啊然後問他說他是怎麼做的然後創作裡面這些 而且是全中文 這個其實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只能說 在三十幾歲快四十歲的時候看到一些我二十歲的時候盼望 擁有去看不到東西其實已經是還蠻不錯了 對啊 那 應該是說現在 他們 這麼做其實 應該是說就是超之過敵的結果 但是我不覺得 我其實不覺得這個東西的那個頻道要做是做不起來 就是像我們用輕量化的方式去做 也是有可能存活 只是說那個什麼不用這麼急著 只靠這個引力 因為 因為其實以我的因為 瓜吉曾經有評量過那個吉拿棒啊 因為我有一陣子其實很想看那個瓜吉的那個 我最近比較少看的就是他沒有去當 沒有當議員之前 沒有變成邱議員之前 就是他有時候會做那個什麼 網紅經濟學這個東西 有一次其實就在講吉拿棒 就是有下面有人在 請他請請瓜吉講吉拿棒 講的點其實就是我 我其實就很認同 因為我那次正好是我在當時在擔心他們的點 就他說他認同 吉拿棒的這些人都是很有熱情 而且非常熱血的人 但是呢 經營一個頻道啊 那個時候跟做這種事情啊 要花錢的呀 那 應該是說即使是 像瓜吉啊 或者是上班不要看這個頻道 或者是像 好好啊 或者什麼那些大的那個 網紅頻道 事實上呢 他們一開始 可能是素人 但是做到後來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有資金介入 對 其實是後面是有那個什麼 有投資人進場 對 所以 想要做成一個比較有規模的團體 其實 在這種 在初期的這些 預算支出的部分 應該是說其實不管是 你也不要講說你做頻道啊 你是開公司啊 或者做工作室 其實你在前面的一兩年其實都是虧錢 就是要燒錢 因為你現在要等都等待回收 但是你你很多時候你是沒有做出一個基礎 人家是不會給你 你的引力是不足以回收的 所以其實你的背景資金通常要 足以讓你支撐下去 對 那 其他棒其實只是因為他們太太過熱血 他們在一開始募資的時候 很明顯就是他們還沒有找到那個什麼資金進場 然後他們就還做 所以他們當然就是 所以這種情況他們能夠做到 這麼多年啊 我都覺得他們很厲害 對 這一點 這一點是必須要佩服他們 對 因為 打從一開始就是沒有 背後就是沒有雄厚的資金在支撐 所以 其實這樣一想說 他們可以這樣經營兩年其實算是蠻了不起 其實他們一直很 你可以感覺出來他們其實很盡力在維持 維持一個規模 對啊 那 並不是說沒有機會成功 只是說他們在一開始的時候 天使與地利其實就是 其實那個時候其實是有應該說有天使但是沒有地利 因為天使應該是說 網紅 影評人網紅其實從來沒有這麼做過歡迎過 其實那是一個非常良好的實際點 這一點都是沒錯 對 只是 在要開始的時候其實資金是沒有進場 對 但是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地方他本來其實是學生然後他修學 所以 在那種情況底下他是不會 像我們這麼瞭解說 你要準備很多錢 或是你必須要找到投資人幫助你 你應該瞭解這個意思 就是我 我在自己二十幾歲的時候 剛出道的時候 剛出去工作的時候 我也是不太會去思考這件事情 他也算破釜沉舟 他也算破釜沉舟 他已經算破釜沉舟 但我其實也得說 就是 像當時我聽到他修學的時候啊 我其實第一個佩服我不是他 我佩服他爸爸 因為我要如果是我今天我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爸應該會阻止我 但是我其實是覺得他爸爸很偉大 因為他父親 你大學還沒念畢業 然後你就要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修學 然後 父親既然就讓你去床 應該是說 以父親的眼光來看 他可能都認為說 他出來做這件事情 可能比在學校裡面學到的事情更多 所以他才讓他去做這種事情 其實是非常 他的那個什麼 他對他 他對他兒子的信心跟雅量是很大的 他父親在台灣 以台灣來講算是非常開明 他是很開明的父親喔 而且 我之前有看過一次訪談啊 就是 因為弟弟 亞次元其實 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這樣子 對那父親可以 讓 我可以感覺到父親其實對兩個孩子其實 是很愛他兩個孩子 而且是非常勇敢的 讓 覺得說他們兩個兒子都不會出問題 因為在做這種事情的時候其實 父愛 父愛的偉大是來自於什麼 你知道嗎 我都覺得那種感覺是沒關係 你們出去闖 如果你們失敗 還有家可以回來 光是這一點我都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溫暖 好吧 這個是 關於其他棒的事情 但是 我其實是覺得那個什麼 不用太過 你們不喜歡的人不用太過批判他們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覺得說 他們 做了很多 沒有辦法做的事情 雖然說他們到最後其實是證明說沒有辦法把這個能夠維持下去 但是我其實覺得很可惜 因為他們如果成功 其實他們完成了 我本來沒有本來很想做的事情 對啊 那我到現在我可能也都還沒有辦法去做這件事情 我也不敢去做這件事情 對 因為 因為你付出的話 我們自己的那個什麼 評估會覺得說 嗯 這可能還沒有 還沒有那個成功 就已經暫時紮場 對啊 對啊 對 應該說他們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生出非常多東西讓大家看 我判斷那個 其實說不定過不了幾年 可能會有類似的其他人出現 然後另外那個人可能會成功 那主人可能會成功 對 沒錯誰 那間電影教我們的事嗎 對 可能就不關我們的事情了啦 對 但那主人又會用 我覺得可能只是 時間上的問題而已 沒有 因為 某些程度證明說 他的運作模式跟商業產值 大概到什麼地方了 那我或許 將來可能 又有一波類似的風潮出現的時候 未來那一波抓到那個機會的人 也建立了一個類似吉他棒 或是吉他棒的修改版之後 那那主人可能會成功 呃 因為其實 其實我們 我得說啦 就是 喜歡看電影的人 一直都存在 嗯 那 想要一直不斷利用電影 然後 做自己那個什麼 評論電影啊 然後介紹電影啊 然後用這個東西 為生的人 一直都存在 也一直都前仆後繼的有人在喔 從我那個年代 在 比如說像馬來摩啊 馬來摩 當然後來也是找到一個工作啊 對 然後他 但是他也沒有放棄 一直做評論這件事情啊 然後還有那個像那個放陽斑嗎 就出母親啊 對不對 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 在我那個年代就 覺得想要做這種事情的人 最近那個連吸關節他都說 他好像要開YouTube頻道啊 吸關節 然後 翠翠跟那個 卓撇姿他們 嗯 上直播一直都經營很久 對啊 就是應該是說這些人一直都存在 那 有些人 有些人用的方式 可能不一定是用YouTube的方法 那 有些人會嫁讚嗎 所以叫慕名 慕名影評讚 就是 就是會嫁讚的人 想要用的方式 對對 我最近 因為我好像兩三年沒聽到慕名的 沒有 但是他們 應該是穿他們所做的那件事情 一樣啊 就是每個人都是 都都是很想要做一個新創 然後 然後利用電影 然後來 來那個什麼 吸流 吸引流量 然後那個什麼 可以 獲得利潤 然後做自己愛做的事 就是我覺得比如說像 我們不講電影 像遊戲 比如說巴哈姆特就是一個比較 目前覺得說比較有真的把做出規模的一個 就是做的 成立戰的人本來是喜歡玩遊戲的 然後後來越做越大這樣子 但是 只能說到目前為止電影啊 大家愛看電影 但是目前電影的周邊 也 周邊效應跟那個利潤就還很明顯就是無法撐起一個 一個規模來 所以你會發現目前介紹電影的一些 網站啊 反而都是附屬在一些大的網站底下 比如說Yahoo電影 像以前有各種像開演電影 你們現在去看開演電影就會發現他們好像很荒蕪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其實也做不是很起來啊 就是大家愛看電影 但是大家在吸收電影的新新聞 或者是評論啊 或者是消息在上面不太喜歡花錢啊 對啊 所以 就是這個樣子 吸關節 我覺得吸關節 雖然他一直都沒有開YouTube頻道 他最近要開始是終於要開啦 因為他其實在過去其實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聲量 對啊 那我覺得他做應該也是會那個啊 應該會很不錯 所以我看他最近 開始比較常常跟那個 周皮茲跟薛薛他們 開始在經營一些影像上的東西 是啊 對啊 對 那就希望他們其實能夠做起一波啊 對 但是應該是說我 像我自己聊東西其實跟吸關節不太相似 對 因為我覺得在他們眼中看起來我是也是比較 我可能會一直鑽 鑽某個東西 可是他們可能比較不會那麼想要 想要講 應該是說他們可能是吉拉棒的比較成人版 嗯 對 就是確確跟作品跟那個什麼 吸關節三個人的 這種狀態 他比較 他們其實比較接近吉拉棒 只是 他們是 老了10歲的吉拉棒 對 那觀點可能是不一樣 但是 呃 娛樂 娛樂相上面其實是比較接近 嗯 嗯 OK 好吧 希望可以看到那個吉拉棒 畢業典禮的那個 各位網友那個情趣跟他們反應一下 那個什麼 隨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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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什麼 你不注意到我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小心翼翼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喜歡談談論那個什麼 他們目前 正在正在進行的事情啊 嗯 所以那個早 他們自己的那個金子這一點如果他們 還不行的話 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去 對 繼續 勉強或是什麼 對啊 好吧 好啦 晚上1點25分 對 好啦 我那個早 其實我現在 其實我現在蠻累的 你知道嗎 我剛剛本來想說我是不是要唸這個 在戳眼睛啊 對啊 所以我 剛剛本來想說我是不是應該唸小說 或是什麼 算了吧 對 怎麼辦 最近特別容易累了 怎麼辦 怎麼會這樣子 最近比較忙嗎 我不曉得 真的 是不是那個什麼 到了那個臨界關頭 突然間覺得那個什麼 嗯 突然間體力技術下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那個什麼 總 總之 現在在一點多的時候就會比較 眼睛就會不舒服 倒也不是說精神不計什麼 但是就是眼睛不舒服 眼睛痠色 眼睛痠色 工作上 工作上比較常用到眼力 所以 眼睛稍微 壓力比較大吧 是嗎 好吧 可能 我以前可能比較累喔 我以前在剪接的時候 可能一天到晚盯著那個東西 但是現在可能好像反而比較 對 好吧 好啦 感謝大家今天收看 對 我們下個禮拜再聊 對啊 OK 謝謝大家 拜拜 感謝您的收看 喜歡的話歡迎訂閱頻道喔 其實我真心覺得 李安搞不好很適合拍 新世紀福音戰士的真人版 要不然拍鋼彈系列也是個不錯的題材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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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